Tes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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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不清楚,OK? 早安各位,早安! 早安,OK,我是Justin,如果剛才裡面有聽到是大腿測試,剛剛講完了 希望大家裡面學到一些簡單的肌肉測試,或者肌肉的柔韌性的測試 出來這裡,我們主要,我自己的身份是職業足球隊的運動創傷防護員,體能教練 亦都是這一科的講師,所以希望在這裡帶給我們在場裡面的經驗 我們見到很多肌肉拉傷的情況,為什麼會發生呢?怎麼防止呢? 好,可以再飛向 主要是講一講我本身有的經驗,反而想給大家看,可以去下一個 就是,很多時候你會覺得是拉傷,又可能覺得自己是抽筋 我們現在看一看片,這個就是最典型我們拉傷大隊後肌的時候會發生的情況 他現在在地上很沮喪,在很高水平的比賽裡面 拉傷完肌肉之後呢,不是走得很自然,甚至有些是走不到的 我們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這位跑手呢?衝去一旅 突然間跑過了那個女兒之後呢,跳一下跳一下,跑過了那個女兒之後,然後開始掩住了 有沒有朋友仔有試過這樣的經驗?有 一位,通常是你在做什麼運動的時候發生呢? 衝斜路 全速衝斜路,衝上去 突然間覺得沒有力,電了一下這樣 電了一下這樣 是什麼情況發生呢? 打籃球 Rubby 加速的時候 突然間好像電一電一樣 通常呢 這種肌肉的拉傷情況呢,就是在高速跑的時候,跑得很快 突然間後面電一電 後面沒有人的,沒有人電我呢?沒有 原來沒有人,是你自己的肌肉拉開了 又或者呢,是 如果你是打武術的踢腳,或者龍門,開球 踢得很高的時候呢,這隻腳,肌肉扯得太厲害,扯開了 OK 好了,那我們就要看一下呢 如果很多人都懷疑自己,究竟這個是抽筋呢? 還是拉傷肌肉呢? 起碼我希望大家分到這件事啊 那麼,有沒有人沒有試過抽筋的舉手? 沒有試過抽筋的舉手 那麼對他來說呢,很陌生 什麼叫抽筋呢? 那麼大家抽筋呢,其實都很痛苦 是不是? 痛不痛苦啊?抽筋 痛苦,是的 有抽筋就明白 真的好像傷了這樣 是的 那一下呢,會突然間急速地收縮 然後呢,肌肉呢,會好像現在這樣 好像人家捅了老鼠仔 是的,其實就是捅住了 然後呢,有時候呢,可能是一分鐘 有時候幾十秒啦 但是那個痛楚呢,令到你覺得好像十年一樣 是的,但是呢,你要記住 幾分鐘呢,都會沒有的 OK? 沒有了呢,那基本上呢,那個應該是抽筋的 行不行? 那麼你要記住這些癥狀呢,是抽筋的 謝謝 謝謝 好了,那當你如果呢,拉傷了肌肉會怎樣呢? 不會,每一次呢,都有這樣的情況的 尤其是在頭四十八小時,你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的 那麼會怎樣呢? 會覺得那個位子腫啦,會覺得那個位子痛啦 然後每一步都痛啦 持續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時都是這樣痛 然後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嘗試,譬如你拉傷了大腿後肌 平時你要做拉筋,你會去摸腳趾 摸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看,我之前落得很低的喔 現在呢,已經痛了 OK,有痛呢,就是說你已經拉開了那個肌肉了 所以你那個位子呢,受了傷 明白? 所以呢,跟著呢,你嘗試,平時我去做跑步 那應該是有力的 你會發覺,不是很遞得起的腳 你會覺得那個位子很軟很痛 跟酸痛不一樣的 最後呢,就是甚至嚴重一點 即時這個位,患處,譬如這個患處 肌肉會很腫,那之後那些腫會散了出來 OK 最嚴重的呢,應該很少的 就是呢,肌肉拉斷了 那會怎樣呢? 會有一塊東西脹起了 那如果你真的這麼不幸 你摸到肌肉脹起了 應該這些情況要做手術的 如果真的那麼嚴重 但是,在我們的運動診所裡面呢 基本上是絕少數,很少很少 OK,那通常呢,如果拉傷了肌肉之後呢 你覺得是,行到路 OK,行到路 那你其實已經很好了 如果行不到路呢 基本上你的物理治療 整個康復的時間呢 是要四至六個星期 就是差不多一個多兩個月 但如果你行到路呢 那你很幸運了 那你嘗試看看一個星期之後呢 那個位子會不會痛少了 但如果都是差不多呢 那你要去看物理治療或者看醫生了 OK,這個就是大家要記住 如果一個星期情況沒有好轉呢 那要趕快去看醫生 千萬不要等 因為我有些小朋友呢 六個星期 阿sir為什麼我的腳呢 都還是踢球怪怪的 什麼怪怪的啊 我不是很跑到一步 那這些不是怪怪的 這些簡直是傷殘 六個星期都還是跑不到一步 還是怪怪的 不是怪怪的了 那現在在中小學呢 其實很平常 現在尤其是高水平的籃球啦 足球啦 跑得很快啦 他們有很多拉箱 那但是他們就忽略了 那希望大家明白了之後呢 就可以處理了這個問題 可以幫我去完 先 好了 P-R-I-C-E大家很熟的了 例如呢 休息那個位要保護著它 就是不要再重覆再弄傷 譬如在後面就不要硬它啦 第二樣東西呢 休息 休息是走小點 儘量走小點 因為呢 走得多血液循環呢 又去回那個位置又會腫 那跟著呢 敷冰 通常敷冰呢 即時拿冰 那就懂啦 去找附近的冰 但是呢 最緊要就是 一定要每天要敷兩三次 因為呢 頭那四十八小時 我們基本上 每天要敷兩三次 每次十至十五分鐘 那些冰呢 如果有冰袋 塞住最好 沒有的話呢 就不要這樣搭在那裡了 在上面滾下滾下 十至十五分鐘 不要覺得有麻痺的感覺 OK 不可以去到 鼻了痛 這些完全不好 跟著呢 就找崩帶摘住 但是崩帶記住 不是那些螢光粉紅那些 那些很貴的 那些都不是幫到手的 找普通崩帶就行了 那最後就是 盡量浪高它 我們最終目的呢 希望它不要太腫 太腫的話呢 復原又要久一點 這個是大家 家裡都做到的 OK 那所以呢 你說 我拉傷了肌肉 我貼這些布 有沒有用呢 可以幫我化一些復原呢 或者我覺得很緊 究竟有沒有用呢 那其實在研究呢 暫時呢 都說得很清楚 沒有用的 沒有用啊 我不可以說沒有用 OK 就是它做了很多臨床的實驗 我貼完之後 究竟我可不可以減痛 沒有 我可不可以令它沒有那麼腫 不得住 那所以呢 我如果as a team sport trainer 我的意見是什麼呢 球員叫我貼呢 我照貼 因為呢 它說它貼完之後 它會跑快一點 那我希望它跑快一點 但是呢 我會跟它說 但其實呢 在我們認識當中是沒有用的 那但是你也想貼呢 我會給你貼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的立場啊 那有些情況呢 是你即時 其實最好呢 就是去看醫生 例如呢 基本上你拉傷了之後呢 你走路是有困難 OK 那就是可能很嚴重了 可能拉斷了 所以呢 我們穩陣一點 我們先看醫生 又或者呢 你嘗試呼冰 但是三天啊 都還是一模一樣 那麼痛 沒有好過 那你應該腫了之後 應該動的時候 可能鬆動一點啊 拉筋應該痛小 又不是 沒有好過 那就記住呢 立刻去看醫生 或者馬力治療師了 那這裡呢 我們會有一些人呢 會容易一些 有高風險的 第一呢 就是 應該呢 剛才那兩位呢 都應該跑得快的 跑得快呢 你去跑呢 少會拉襯 OK 很少呢 走走走拉 大腿後肌 很少 OK 所以呢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我自己 都有這兩個問題呢 就是 我之前拉傷過 所以我再容易些拉傷 所以如果你們兩個 拉傷了一次呢 要練一些力量 是可以令到你 不會再拉傷第二次 之後呢 就是年紀越大 就是好像我 近幾年呢 開始年紀大了 去做運動平時 一模一樣的速度 可能這次 熱小了身 一跑 咦 為什麼會拉傷 我以前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呢 如果年紀越大 譬如我的意思是 可能三十歲以上 基本上呢 你要注意你的肌肉呢 是脆弱一些的 除非你依然保持著 這麼多運動量 最後一個呢 是已經有研究 證實了呢 就是如果你的大腿後肌 通常大腿後肌 做什麼呢 做這個動作 譬如你在健身室呢 坐在肌上 拉它下來 OK 很少人會練的 因為感覺怪怪的 這個肌肉呢 陰住陰住的 其實 但如果這個肌肉呢 練得不夠強呢 力量不夠好呢 原來就會很容易拉傷 已經研究了 已經重複重複講了一次 練了那幫人呢 會比沒有練那幫人 減低受傷七成 七成很誇張 因為呢 原來大部分人呢 都忽略了 練大腿後肌 OK 這個很清晰 那還有呢 就是跑之差 什麼叫跑之差 其實不是跑之差 那麼簡單 如果呢 它的盤骨 大家可以自己和自己測試一下 如果那個盤骨呢 這樣叫做 前傾 這樣叫做後傾 這樣叫做中間 這樣叫做中間 如果 你是屬於 前傾 OK 如果前傾這個情況呢 就好像黑人球員那樣 不是種族歧視 而是黑人球員呢 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那麼可能是這個位 這個卡腰肌很緊 也都可能是背肌很緊 但結果就是 它的角城肌 大腿後肌呢 拉長了 那它整天都拉長了的時候 很緊張 很弱 那所以呢 它們比其他人呢 又會容易些拉親 因為它是一個 不是最理想的長度 OK 那所以呢 大家要明白呢 跑之呢 不是講這些跑之 是講的呢 可能是你 平時站在那裡 如果你這樣跑 OK 那你要注意了 我會看到呢 很多年輕的女士呢 都有這樣的情況 OK 那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呢 就是如果你很累 你恢復不切 突然間你要做些好企業的運動 又是會 通常熱身都應該不足夠 那又會容易些弄傷 最後呢 就是 研究上面呢 有一些就說 有關事 有些說不關事 但儘管都說了 就是 如果你的油韌性差 譬如簡單一點來說 如果你跌不到 現在我這樣叫差了 跌不到腳趾 兩隻腳拍起來 跌不到腳趾 那麼呢 整體上 小腿 大腿 背肌 背肌 都比較緊 那所以呢 如果緊的話呢 又會再容易些少 會有拉傷的機會 行不行 那大家記住了 第一件事呢 就是你要注意 你自己會不會有可能 是有這兩個情況 有的話呢 特別要做 力量訓練 OK 那 下一張 slide 麻煩 那我們中大呢 就做了一個 大腿後肌 力量測試出來 那這個是我的博士研究來的 那呢 研究裡面呢 就 發覺呢 平時呢 我們要去醫院做測試 做一個小時 踢上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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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發覺這個測試呢 那部機器很貴 也都不方便 那我在我的博士裡面呢 就研發了 在五分鐘 做了這個測試之後呢 可以預測到你的大腿力量 強還是弱 那這個app 是我們構思出來的 暫時沒有的 大家不用去穩住 我們如果有的話呢 大家應該會知道的了 那呢 就 只需要一個台 其實這個台是什麼呢 就是 按住你的腳 很穩陣地按住你的腳 那可不可以幫我播一播一段片 那這個就是結智足球隊 剛才那裡有一段片 Sorry 這裡 對了 這個結智足球隊 有些單離 如果大家有看足球 那他找了去幫我做測試 那其實要看什麼呢 就是看它哪一下 頂不順 跌低 可以來多一次嗎 麻煩 好了 現在還是很慢 很慢地跌 去到很近地面呢 頂不順 跌了下來 你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最重要呢 腰 還有 整個腰要保持著的 OK 那我現在想請一位 不如你出來 試一下 好嗎 好了 那這個呢 就是職業足球員的 讓大家看到 差不多跌到地面 差不多90度了 那我看一下 這位 有玩rubby的朋友仔 究竟會怎樣 那邊 這樣跪在這裡 OK 麻煩 好 那接著呢 我會 扎緊他的腳 不舒服出聲 但應該OK的 好 那兩隻腳 可以跪前一點 跪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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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是跪前一點 跪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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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OK OK 好了 那大家看到呢 中文大學的大腿後肌力量測試大概怎樣做 那平時呢 我們會放一個iPhone在腰上 測住它跌下去的速度 我們知道什麼角度 那待會呢 它的指印就是很簡單 手放在這裡 然後呢 那條腰盡量Hold住 慢慢慢慢跌下去 Hold不住之後呢 跌下去 用手 保護著自己 就是跌下去 OK 那我們看一下呢 大概哪個角度呢 它頂不住了 好嗎 可以慢慢開始了 慢慢跌下去 慢慢很慢 很慢 直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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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慢很慢很慢 頂住頂住 OK 好了 好 感覺如何 感覺如何 緊 抽著 感覺呢 就是後面很緊 抽著 然後頂不住呢 就跌下去了 可不可以再做一次來看一下 是的 那麼通常我們測試會做三次的 我們要拿最低的角度 慢慢下 挺直挺直 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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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那麼你看到呢 剛才呢 丹尼呢 丹尼 基本上去到這個角度 都好像頂住 但是可能這位朋友仔 當然沒有職業足球員那麼厲害 那麼他們有職業訓練 那麼他就來到這裡 大概45度 其實不錯的 有很多呢 如果你回家試試做這個 大隊後機練習呢 你覺得在這個位置 咦 為什麼我下不了他呢 他扯住了 因為呢 其實很難做的 但是這個 麻煩你 我先放了你 給他掌聲 好嗎 做得很好 是的 是的 那麼大家回去 如果真的做這個練習呢 要怎樣做呢 就是有個人後面按住你 可不可以下張 slide 是的 按住腳 按住 慢慢跌下去 記得你要信任你的partner 你的partner 千萬不要在這個時候玩 然後呢 慢慢跌下去 你會發覺呢 其實這個角度呢 已經扯住了 然後呢 太扯的時候 你的腰呢 開始曲了 但你要提醒自己 挺住你的腰 那麼所有力呢 就會去完這個步驟了 可以嗎 那麼呢 還有其他的力量訓練 不過今天呢 待會兒預防受傷呢 我們就交給下一位 張先生呢 他是物理治療師來的 那我交給他講 對了 那麼最後 對了 那麼如果呢 伸展動作呢 因為可能一會 會較為涉及 講少一點的 所以我呢 可以講多一點點 就是呢 注意 我們拉割乘肌 最緊要不要彎腰 因為我們不是拉著腰 OK 那所以呢 這一個 OK 很危險 那我現在這裡呢 我這條褲子 有彈性的 不用擔心我 大家 好了 那麼我們呢 我是很緊的 OK 那麼呢 如果我要 硬要摸一雙鞋 我摸到的 OK 但我的腰就是彎了 那所以呢 我可以在哪個位置 我可以停下來呢 好了 拍了那隻腳 膝頭割直 第一樣東西 然後呢 我的伸直 壓個肚子下去 一分鐘 OK 看見到 其實我在這裡呢 我已經很扯了 大家呢 回去可以試一下 對了 其實這樣已經很夠了 我已經很扯 那如果你硬拉下去呢 就變了一條腰了 行不行 是不是拉著呢 看 好了 那所以呢 我這裡有一個小的總結呢 就是說 所有 肌肉拉傷呢 其實跟抽筋是有分別的 我希望大家知道那個分別啦 第二就是 如果你的高風險一族 或者你想預防這個受傷呢 練力量 做好一點伸展 記得做對的動作 OK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大家在這裡問我 我會多留一會兒的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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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